这场强风豪雨不但造成部分地区淹水 数十万人被撤离 620万人无电可用 也影响了正进入倒数关键时刻的美国大选 两党阵营宣布暂停了一切竞选活动 欧巴马并且赶回白宫 发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 呼吁人民做好准备因应灾难 欧巴马同时传递了对救难团队的信息 相信救难团队已经严阵以待 面对接下来的风暴和清理工作 我现在的最重要的信息 是请听你的国家和地区公司 当他们告诉你逃避 你必须逃避 不要停止 不要停止 而飓风是否对下星期的大选有所影响 欧巴马表示 现在担心的是数百万家庭的安危 以及处在飓风第一线的人员 欧巴马当天还前往联邦救难总署 听取了飓风简报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 昹巴马当天处 on